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从医院一直到现在 如果说你已经看过的那个漂亮的油菜花 那你应该知道要把它收回来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任务 把这些都收回来了 我跟陈希两个人成都搞定 就这么一小块 这就是未来几个月我们吃的那个油菜花油 那时候炸出来的话是蛮不错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会干农活的 这个东西不能忘本 因为之前我们有学过也做过这个东西 所以说从操就业也是蛮不错的那种感觉 很有成就感 虽然说不大 但是自己家吃 对自己家吃吧是不是 没有必要说什么样子 要求太高啊什么之类的 跟着上面一点 跟着上面一点 估计没见了 做人是不是要走一步看十步 对不对 昨天晚上还啃着小鸡都 特别开心 喝着小可乐 今天的城都消耗掉了 还不错了 很开心的 这样子每天过的日子都特别的充实 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 你看你看着自己家里这个地 就是蛮开心的 对不对 很少人就已经忘记了这种生活 然后今天的重点就是 这个 昨天晚上没喝完 现在搞完这个其实是蛮好喝的 说说来 陈希 你要喝一口 你不喝吗 没有你喝一口就很开心的 快乐的水你知道吗 喝喝喝喝 这个家门口这个树 原来无意间 有这个绳子 就是这种有线电视这种绳子 藏在上面 如果不及时找发现的话 它慢慢的可以把自己给勒死 还好给它藏开了 可能是塞衣服的那个线吧 没有及时给它弄掉 只切了尾没有切头 所以头在里面 还好发现得早 要是再长大一点的话 这整棵上面就是 就废掉了 就自杀了 现在就给它掰开来 应该就没事了 如果说你发现这个皮 是那个什么 破了很严重的话 你就马上拿那个 新鲜的那个土 加上那个 一点点养分 一点点 然后再加上水 就给它包一下 它可能还能救着活 如果说是有皮 一整圈都破掉 像这样子就没有 像这样子就拿钳子 给它弄清楚就行了 这样子 还好 还好发现得及时 要不种了这么多年 辛辛苦苦的 你看 像这个皮就开始掉下来了 我就 它已经渗到里面去了 我就不管它了 因为它已经合在一起了 而且目前看这个叶子 它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就这样子了 它应该是慢慢的会愈合 到时候再过几天 再过几个月看一下 我叫老爸看一下 给他说一下 现在细节也散了